我們開始題目 點A錯報是110 在單位元γ 創成式為x平方加y平方等於1上面 試問γ上除了A點以外 還有幾個點到直線L 創成式為y等於2x的距離 等於A點到L的距離 那首先呢我們根據理事條件 我們做這個圖 那這時候A點在這裡 直線L換成式為y等於2x 所以呢直線L是過圓點 然後斜率為2 我們做直線L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去算 這點A到直線L的距離 那L呢我們先把它寫成是 就是2x-y等於0 所以呢我們去算這A點到直線L的距離 那麼會得到 分母呢這是根號 2的平方加負1取平方 所以這裡呢是4加1 那分子呢是取絕類值 然後呢我們以A點坐標代入直線L放成4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是2乘以1這是2 然後減掉y0代入 所以呢我們算出這等於 這是根號5 分子2 那麼這是小於1的 那1呢是這圓的半徑 所以呢 A點到直線L的距離 是小於半徑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在 A點 對直線L 我們做它的對稱點 到這邊來 可以找到一個點呢 它跟直線L的距離 是等於A點到直線L的距離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過A點跟這個點 做L的平行線 有這兩條 那麼分別跟遠呢 再交於2點 這2點呢 到直線L的距離 是等於 A點到直線L的距離 所以呢我們總共找到 除了A點以外的 這1 2 3 3個點 它到直線L的距離 會等於A點到L的距離 所以我們這裡答案要回答 3 這個答案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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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